请问如果有十个女人同事追你 你会怎么办 来 请用三个字回答 挨着来 哎呦你们 哟 征婚呀 什么条件 五年前 娘说 勤快孝顺的就行 三年前 娘说 不下不缺的就行 去年 娘说 下雨知道往家跑的就行 今年 娘说 试个母的就行 哎呦你们 知道我们女生为什么都喜欢化妆吗 还不是为了给我们男人点颜色看看 哎呦你们 请问你会出轨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出轨的前提是 得有两个女人爱我 哎呦你们 请问你怎么看待女人说脏话这种现象 如果她长得漂亮 哇 真幸福 如果她长得丑 哼 没下酒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问大师 长得丑是病吗 当然是病了 为什么 要不怎么叫整形医院呢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哎 如果有人在街上叫我美女 我该怎么办 你赶紧扶她过马路 为什么呀 她眼睛有毛病 你说什么 被你的美量瞎了眼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被猪拱过的白菜 为什么还有人吃呢 因为那都是好白菜 就是被拱过八遍 也比烂白菜好吃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你能用肯定造句吗 肯定不如亲嘴 哎呦你们 如果遇到你不喜欢的人 向你表白 你会怎么答复 啊 我知道了 回去等消息吧 哎呦你们 大师 他们都说我脸大 烦死了 没文化 真可怕 那要您会怎么说 这叫宽容 哎呦你们 请问你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 怕美女 啊 为什么 都说怕什么来什么 我试试灵不灵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你有什么擅长吗 有 但是我发现 越是我擅长的东西 越发挥不好 那你擅长什么 花钱 为什么发挥不好 因为没钱 发挥不出来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请问大师 为什么有那么多女性选择单身呢 那些单身的都是学习不好的 啊 为什么呀 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呀 选择题 您可选错 也不能控着 万一蒙对了呢 哎呦你们 哈哈哈 想问有些女生发了自拍一会又删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她不能确定那张自拍是好看还是丑 点赞不过多就删了 别奇怪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哎 你说人民币为啥不出五千元面额的 为了你的面子 要不然发工资的时候你还得找钱啊 哎呦你们 哈哈哈 以前的人都是先结婚后恋爱 现代人自由恋爱 出对象可比古代有意思多了 自由倒是自由了 可真的有意思吗 无非就是 牵着别人牵过的手 别人摟完了你再摟 摸着别人摸过的腿 亲着别人亲过的嘴 说着以前说过的词 上级的剧情再演一会儿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